莫菲定律诞生于20世纪的美国 整个20世纪正是世界经济迅速发展 科技不断进步 人类真正的成为整个世界主宰力量的时期 在那个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里边 处处弥漫着一浪高过一浪的乐观主义精神 人类前所未有的取得了对自然界 疾病以及其他神秘领域的探索性胜利 并将不断的扩大历经磨难才建立起来的优势 人类不但发明了飞机 而且更不可想象的飞向了太空 把足迹留在了月球 人类有能力修筑大型水电站 核电站和空间站 开始露出试图随心所欲的改造世界面貌的雄心壮志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昭示着 一切难题都可以轻松的解决 人类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 总是能找到一个恰当的办法或者模式 轻松的战胜他们 正如哲学家尼采所说 上帝已死 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再也不会有害怕的事情发生了 其实不然 事实恰恰与此相反 大家都知道 花开的最茂盛的时候就开始凋谢 人的体力达到巅峰的时候就开始衰退 一个国家在最强大的时候就开始腐化了 一个企业在最风光的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好像真的离不开 盛极而衰的宿命论 差别只在于盛的时间长短而已 而衰是早晚的事 人类自然也逃不过 盛极而衰这一关口的严峻考验 在一连串娇人战绩的强烈支配之下 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盲目乐观的念头 以往那种在同自然界对抗时 所倡导的谨慎精神 被渐渐的舍弃 以一种激进自大 豪气冲天的松懈思想 取而代之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 对于亘古长存的辽阔宇宙而言 人类的智慧 还是显得多少有些幼稚和肤浅的 世界依然是无比庞大复杂 神秘领域还是那么高深莫测 人类永远也不能彻底的了解 并征服宇宙的万事万物 科学技术的风险是固有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技术安全的最大敌人 就是自满和侥幸 就像一个玩俄罗斯轮盘赌的人 如果每一次的幸运成功 使你更加确信 你肯定不会死 那么一定是自欺欺人的 你终究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更要命的是啊 人类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人性弱点 那就是一旦产生盲目乐观的情绪 就会犯下错误 更不可理喻的呢 是还会永远的犯下 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呢 世界上才会出现 或大或小的灾难事故 而且呢 还是不断的发生 当然了 在灾难事故发生过后 人们会及时的 有效的汲取教训经验 可还是会有类似的悲剧上演 这也恰好有力的印证了莫菲定律 所揭示的道理 失败总是会发生 无论如何小心试图避免 可还是会不断的发生 1986年的4月26号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发生了核泄漏事故 当时啊 苏联政府发表的事故调查原因是 操作员违反了规则 N7式客机 也就是德哈维兰公司呀 彗星式飞机 最初问世的时候 明造一时 于20世纪的1952年开始运行 仅仅过了短暂的两年光景啊 就有两架在飞行途中 相继发生空中大爆炸的事故 事故的原因呢 在于当时尚未知晓的 金属疲劳原理 在高空 机体内外压力之差非常的大 飞机的机体所承受的负荷 是无法与在地面上相比的 德哈维兰公司呀 考虑到这个压力差 也做过了疲劳试验 并判断为没有问题 可是呢 因为试验人员的操作失误 在试验过程中 穿插了耐压试验 机体受压之后 抑制了规裂的发生 所以呢 得出了相当于实际寿命 10倍以上的错误评估 最终导致了这两场空难的发生 在近半个世纪之内呀 莫非定律自从出现以来 就像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一样 咬得全世界的人们心神不宁 他时刻的提醒人们 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越高明 将要面临的麻烦就越严重 各种事故照样还会不断的发生 而且永远都会发生 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是 一些新的技术出现以后 很多人不是想到用他们来为人类谋福利 而是首先想到他们的邪恶用途 同时呢 还有很多新技术本身 就是在不道德的意图驱使下出现的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在发明了相对论之后啊 很渴望他给人类的进步 带来更多的福音 可是没曾想到 人类将之用在了研究核武器上 并最终导致了近乎毁灭性的战争 让更多渴望和平的人们 失去了家园和生命 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 每每想起这种情况 总是会流下眼泪 那眼泪既代表他内心的痛苦 也代表了他对人类 这种恶劣行径的绝望 莫菲定律在对事物进行客观的 冷静的言说的时候啊 也会对人类提出了极为有利的忠告 人类面对自身的人性缺陷 最好能事先想得更周到一些 更全面一些 在前进的过程中 采取多种高系数的保险措施 以防止偶然发生的人为失误 导致巨大的灾难和财产损失 也不可自毁长城啊 要小心做出每一件事的决策 要小心考虑每一个问题 所代表的意义 要小心的观察所处环境的变化 千万不能让自己 站在过去辉煌的成就之上 而为所欲为 2000年造成309人丧生的 洛阳12.25特大火灾事故 东都商杀歌舞厅的经营者呀 在赚钱的同时 如果稍稍考虑一下安全问题 不用铁栅栏将楼梯锁住 悲剧就不会发生 至少不会那么严重 侥幸心理呢 在日常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 那些车祸火灾矿难的遇难者 只有在灾难突然降临的时候 才发现死神原来就近在支持 那些受到利益的驱动 而重生产轻安全的地方政府负责人 和企业经营者 总是自我安慰说 哪有那么凑巧 结果呢 常常是到了铁窗里 甚至枪口之下 才不得不承认 果真就是这么凑巧 历史已经证明啊 在所发生的事故案例中 人为因素约占80%以上 安全事故的受害者 往往同时就是肇事者 面对那些惨不忍睹的遗体 和法庭宣判之后 绝望的面孔 人们的心情是异常复杂的 常常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当然了 并不是不鼓励人类 去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 而是不主张那种碰运气 或者骄傲自满式的盲目乐观 它就像是守株待兔一样 也许能瞎猫逮住死耗子 但那只是暂时的 犹如昙花一现 接踵而来的是苦涩的失败的滋味 归根到底啊 错误与云云众生一样 都是这个世界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它们构成了一个 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实时体现出世界的 复杂性与神秘性 一个人以什么样的姿态 去面对已经出现的失败 决定了他得到的多少 以及进步和成长幅度的大小 也就是说呀 如果能很好的跟失败相处 就能够有成功的大好时机 作为具有灵性的人类 我们要认清盲目乐观 狂妄自大 以及侥幸心理 只会接连的导致苦果 为了避免坏事情的高频率发生 更是为了让莫非定律 为我所用 就要学会呀 如何真正的汲取经验教训 以一种谨慎而敬畏的态度 去面对这个世界 下集中可以